旅客朋友們大家早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歷臨2022年LDK58經典在線鳴笛啟成典禮 蒸汽火車鳴笛近戰是時代的回憶 LDK58蒸汽火車早期是花東線的主力 1923年日本車輛製造 1982年東線軌距拓寬完工後便全數報廢 而LDR2201柴油客車 是由1956年花管處為了發展交通營運需求而打造 在2011年台鐵百年文物特展時 一到台北車站東側展示 哈利波特的故事我想大家都耳熟有聞 在哈利波特的故事裡面 有所謂的馬掛列車 也有國王的時日車站 其中最經典的大概就是九又四分之三的一個月台 那是代表著這個充滿希望的一個場景 那今天我們特地在台北車站這裡複製這樣的場景 尤其是這兩輛的列車 那這個LDK58跟柴油客車 這個其實早期是服務在東部的一個輕便的一個軌道 在民國71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花東線的一個軌道的一個拓寬 那這兩輛列車也因此而停止 早期這個曾經飄洋過海到澎湖這個馬工文化中心呢 做展覽 那後續在88年的時候啊 又回到我們台鐵舉了一個懷抱 那經過我們台北機場 這個退休的一個前輩 還有我們現場的一個同仁的努力 在台鐵百年文化特展的時候 終於又重現在我們台北車站三右二分之一月台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傳承 也來在我們台北車站東部的門面 東邊的門面 迎接這個我們乘車的一個旅客 那在這兩樣列車在台北車站這裡呢 到目前為止也已經將近了11年 那今年特別在我們局長的一個指示下 我們就重新來做一個景觀工程的一個修復 那也在這個中秋連假的一個前夕啊 我們來辦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希望藉由今天的這樣的活動啦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場景再現 讓在民敵啟程的時候呢 我們台北台鐵能夠這個迎接各位這個嘉賓的到來 請接牌 經典在線 民敵啟程 展示車輛原本因為拖漆 繡實重新整修 在中秋時刻完工 刀爛人員帶著小朋友參觀老火車 帶領新世代認識這個時代的軌跡 那這邊有參展兩輛小火車 那為什麼我們會稱它為小火車 因為它的軌跡是762是載軌的 所以我們稱它為小火車 那這一台是真氣機車 大家猜猜看它年紀多大了 多大 99歲 再幾個月就100歲了 它是 它是日本製造的車輛 然後後來由我們台鐵局來接管 那它為什麼叫LDK58 它那個L就是代表載軌 那L就是代表載軌 那D就是代表它有四個輪子 它底下有四個輪子 那58就是它第50號 50型然後第8輛車 那這邊當然首先要感謝就是說 我們的機物同仁在廠長 李廠長的帶領下 趕在中秋節的前夕把它完工 讓我們的真氣機車 還有我們的DR-2201 就是俗稱的黃皮車 能夠以嶄新的經典的面貌 在中秋節的前夕 來跟大家去做一個見面 那我也相信之後 我們的三又二分之一月台 因為平常大家只有知道 台北車站有第三跟第四月台 三又二分之一月台的話 就是每次在整點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鳴笛聲響 也代表就是我們在迎接我們人生 每一個新的一個嶄新的開始 那我相信接下來這個景點 也會是一個新的大小朋友 可能一個約會見面的地方 甚至是一個拍照 還有打卡的一個景點 那在這邊的話 我一樣就是再次的一個歡迎大家 其實他在這個地方已經將近 大概超過11年了 那當然這個中間呢 我們也會是他整個狀況 來做事實的一個修復 那今天這樣子的活動 也是這個在中秋節前夕 然後特地的趕工把它完成 來服務我們過往的旅客 讓大家有一個地方來懷念我們過往的一個交通工具這樣子 台鐵期盼這座充滿歷史軌跡的蒸汽火車與客車 能成為旅客往來驻逐的拍照打卡景點 以嶄新姿態展開啟程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好 謝謝 謝謝大家